开车来到东四坑山区 发现十多只猫猫狗狗 这里不是他们的家 而是被恶意气养 流落在这 而帮忙载运的 居然是新竹县洞保所的车 有民众发现 暖暖东四坑山区 出现大量外来的猫咪和浪浪 借用洞保所货报前往右捕 调查发现 马姓女子原本住在新竹县 但因为没钱缴房租 被房东赶了出来 就带着十九只猫 九只狗到处流浪 这批猫曾经进入 竹北的收容所 收容一段时间 在9月20号进所收容 然后9月23号就运来基隆了 那我就寻现一只追查关系人 最后查到是一个马小姐 他所有 他总共有十九只猫 九只狗带来的基隆 那我们就是开始调查他的下落 女子 女子向新竹动保所谎称 有朋友住在基隆 请动保人员协助将猫狗运到基隆 没想到马姓女子根本没有安置 马姓四族的一个描述 他说他到基隆之后已经很晚了 然后狗猫都丢在路边 他其实也毫无办法 所以在那里游荡又被铁工厂驱赶 然后又转移到樱花公园 然后又被公园的人驱赶 最后是被群女发现之后才 把他送到他一个朋友的工作地在瑞帆 最后他最后是做了弃养的动作 至于怎么来到基隆这一块 我们会把全案 医事服的指示 把他送交到政风单位去调查 目前政风所的四只可爱的小猫 已经有爱心人士带回家照顾 剩下的八只猫咪流落街头 动保所积极的又补中 记者黄少鸣金融报道